最大的問號就是他 華航董事長何暖軒 在整個事件的危機 發生的剛開始 我們聽到了林佳龍說 他叫不動何暖軒 他跟何暖軒說 要好好去處理罷工 何暖軒不理他 打了好多通電話 然後這一個鄭文燦說 如果何暖軒早聽他的話 就不會發生這一個罷工 都跟他們沒有關係 那個時候叫不動何暖軒 為什麼突然又叫得動何暖軒 這中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是誰去叫了何暖軒 因為今天蘇貞昌 讓他到底擺 我給他看這個 是立委門叫了何暖軒 2016跟2019的差別 這是2016當時是華航的 空服員的罷工 觀眾朋友可以很清楚 從這個時間看到說 其實當天就結束了 當天就結束了 我們來看今年的這一次 機師的罷工到昨天 2月14算結束 我把兩個時間疊在一起 大家這個很清楚 其實這個是拖了7天 從2月8號到2月14號 2016那次是當天就結束 這是同一個政府 同一個何暖軒 同一個蔡英文 蔡總統說他是談判專家 我從蔡總統當民進黨主席 到現在我還是看不出來 他什麼時候秀過他是談判專家 蔡總統說我是有史以來 最會溝通的政府 這個部分我也看不出來 可能是我弩頓 然後蔡總統又說 勞工是他心中最軟的一塊 這個我也感覺不出來 可能不知道他在想什麼 你真的是太遲鈍 真的 我要檢討 我們來看蘇院長 蘇院長今天立法院講 他說沒腳拔款就是不准入境 讓他知道台灣是有政府的 知道台灣是有政府 如果你要 你說朱溫 對 他說你要台灣有政府的話 請問罷工那幾天台灣有政府嗎 那幾天政府在幹什麼 放蠢甲 這是前天的自由時報 他提到蘇院長過年期間 自己到刑事院去上班 當天我們生活也有討論 然後一直到大年初三 才被警衛發現等等 這個我嚴厲的譴責 這個就是作秀 大年初三 大年初一 如果說韓國瑜 到高雄市政府加班的話 我一樣要譴責 結果韓國瑜去巴黎島度假 還被罵 去巴黎島度假是對的 你農曆春節 你該有的行程 有副市長留守什麼 你就出去玩 你蘇貞昌說我過年前我去加班 我還先透露出來 然後再放給媒體 我很辛苦 帶著一個飯糰跟宽泉去 那你解決了什麼 你做錢 你根本就沒錢 這個太矯情 蘇貞昌這個表現 比較像耳情 我最後講一下這個勞團 耳情必須死 沒有 那個是戲劇 這是網路邂逅 耳情就是必須死 那個是戲劇 我講是現實什麼 我講一下這個勞團 因為在五一勞動節跟秋鬥 這是兩個很大的時間點 在馬政府時代 勞團對國民黨是很嚴厲的 現在政黨輪替之後 蔡政府 我想請問勞團朋友 民進黨比較好 我不是幫國民黨說話 我是說你們以前比較多民進黨 就相對於國民黨來講 部分的勞團跟民進黨比較close 甚至有部分勞團的朋友 被蔡政府招向納判 你現在民進黨這間兩年以外 民進黨比較好嗎 民進黨有對勞工朋友比較好嗎 我不這麼看 對主持人我的結論 我們全國的勞工超過1000萬 勞工如果能夠團結 一定是台灣最大黨的 超過1000萬的勞工 不要國民黨執政你上街頭 民進黨執政你也上街頭 這樣就太悲哀了 所以勞工的朋友要團結 你說要推一個人出來選總統嗎 陳輝瑋 就你我不是不想回答你問題 而是前面這樣已經把民進黨 用抹黑一陣 我非得先澄清一下 不可能 蔡英文的臉書很清楚 他只是說這一段期間 那些說是神隱派系介入 這種廉價抹黑可以停止的 這樣子的話語很平順 很謙虛 沒有什麼邀功 沒有說要大家鼓鼓掌 沒有 這何來邀功只有 就剛剛這一句 說這樣子的抹黑可以停止了 這叫做邀功嗎 第二點就是說 其實這一次的華航高層 跟交通部 就是太顧及股東權利了 所以才會跟工會開槓 剛剛司法委員說 這一次說我們民進黨 從來都不顧華航股東權利 這一次就是太顧股東權利 這個股東 因為絕大多數的股 是國家是政府的 也就是全民的 所以這個並不是說民進黨什麼 他為了照顧全民的利益 結果犧牲了5萬旅客 不是 不是認為說 工會抗爭有理 何暖軒董事長沒有預見這個情況 而且沒有提出可能罷工的備案 我是希望這種討論是這樣 就是說該誰執政 我們來看他執政的好不好 他有沒有為他的政策用人負責 不能說比方說玉民委員 不能說你們執政的時候 你們叫做用人為財 民進黨現在執政 你說這個叫派系仇勇 不能這樣 這就仇勇 華航怎麼樣的過去國民黨 怎麼樣幾十年的執政 還能塞多少這個榮元到那裡面 多少榮氏 我想這數十年來 都有很多的探討 數十年來 國民黨跟民進黨 我們大家 這個政府大家 我們全民共同面對 這叫做共業 這叫做共業 該負責的還是有下台 那你像剛剛你們大家 這個在削減說 蘇貞昌出山開著車去上班 你看他今天的報告多好 他去準備他今天的 重大的施政報告 沒有 我光是看 我光聽一點我都覺得 我們有聽我不覺得很好 我光聽一點 我都覺得很佩服 哪一點 所以郭德恩 你看他放的那些投影片 他講出這些願景 能夠在一年多 他要做什麼事情 你才會為他背書 你都沒有看過他的內容 有 我來提幾個觀點 我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要用同樣的標準 來看這個事 對 我剛剛就舉同樣的標準 為什麼之前那個罷工 2016董事長總經理馬上撤換 當天就結束就落寞 這個拖了七天 請問董事長總經理要不要判 這個當然 因為在野黨就像婆婆 執政黨就像媳婦 媳婦端出茶水 有時候當然都會被嫌太冷 要不然太熱 端出聞得又說聞得不好喝 我意思就是說 這個是大家的角色扮演 但你客觀的回來 這次所發生的影響層面 有這麼多人全意受損了 難道 我個人的態度立場 已經在我本節目 或者其他節目 你是說應該要撤換 我認為何暖軒應該撤換掉 因為第一個 他沒有預見到這一次的罷工 第二個 他沒有在這個可能的罷工 你要提出其他怎麼樣備案 怎麼樣來因應調度 其他航空公司來支援這些 他通通沒有 關於議員的分析來講 何暖軒會被換掉嗎 你希望他被換掉 但他會不會 但你們說真相不想換怎麼辦 我認為是會換 我認為是會換 我這邊強調幾個概念 那不能現在 現在總是先把事情解決 我不認為大家排排出來 這個罷工落幕 大家簽了這個和解書 這樣公開簡單的亮相一下 這有什麼不對 這叫做邀功嗎 社會也不這麼認為 對 華航確實制度結構都有問題 但是這些制度結構 不是說民進黨執政 這兩年半才發生的 你剛剛也講 罷工一開始造始於2015 更避論說2015之前 2015是馬英九執政 之前的這8年通通都是 三年都不敢 我們會這樣子去怪嗎 我們會怪說 華航這幾十年來的擊斃 通通是國民黨 民進黨才站幾年 沒有 共同面對的制度跟結構的問題 大家來想辦法怎麼解決 但是這個去譴責到說是 民進黨派系怎麼樣的結構分章 我覺得這個扯太遠了 不過我們現在的確也是在問這個問題 過去的華航我們就先不要管了 我們要管的是現在的華航 跟未來的華航 現在的華航 罷工落幕之後你要改革嗎 你改革要怎麼做 你要民營化嗎 這些議題其實華航或是交通部 都沒有給大家一個交代 說我未來要怎麼改革華航 告訴我們的是說 沒有 我們沒有要民營化 或是沒有要研究民營化 沒有要研究改革方案 而且我原本的管理階層 我通通都留任 這不是告訴大家說 這個罷工是 純粹是白霸一場 他講那一句話 那叫誘敵 就看看大家 又是誘敵 又讓大家又這樣罵成一團 其實有 任何有為的政府 一定就是說說得少做得多 在底下一定會做很多的佈局 準備 因為現在雖沒有做好妥善的 這個儲備的準備的時候 很貿然的說出來 社會也不會接受 大家又罵成一團 我回應段宜康之前講的一句話 他說政黨輪替有垃圾 但是清得不夠快 剛剛賴教授一直重複三年 三年 你一開始說清得不夠快 你要幾年改一個華航 你要清多久 我回應一下籌庸的部分 其實部分的 剛剛主持人講 部分的華航的子宮這裡面 在馬政府時代也有籌庸 如果說2020年中後選 這剛剛主持人提的 要不要民營化 要不要再籌庸 其實最好講清楚 我比較在意是 李柏毅之前在你的節目講的 那個 非安問題 你說的是今天假的 一二三條槓 對 因為我有監看 他說李柏毅在講什麼 你講的是真的還是假的 如果是真的 他說查不出來 查不出來 那我們現在怎麼辦就算了 這一天的亂杯的什麼就算 不能這樣子 所以不是說罷工結束 問題就解決 其實問題沒有解決 華航還是有很多的問題 就是他的非安的標準 到底符不符合國際標準 這大家要問 第二個 華航的未來 是不是還是持續 你幾年之後又要面對 各式各樣的罷工問題 因為如果你的公司的結構 不改的話 我們關心的不是過去的華航 關心的是現在 以及未來的華航